你就好啦 你可以做到Mirror Dancer 好羨慕你啊 你可以跟他們那麼近 你就好啦 可以跟著山上去 這些是我經常聽到身邊的人這樣跟我說的 你就好啦 你就好啦 做Dancer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的呢 究竟是怎樣做到 商業的Dancer 為什麼有機會站在台上 跟藝人跟台演出的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珈其 看得好可以天蠍座 如果大家曾經有看過電視 不要說廢話了 直接去片看看 Dancer來的 我也有教班的 但也有做演唱 我覺得兩邊一起做的話 一個人會不同一點 我不喜歡做死一樣東西 那是誰的演唱呢 對上一次就是做Mirror 張河有郭富城 你明白嗎 林峰 Dancer這個職業 對大家來說是一個夢寐以求的職業 因為可以跟藝人很近 看到一些平常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到底你看到什麼東西了 Dancer就學著做著跳 考完公園Dancer才有 慢慢認識人 然後就去audition 入到哪裏說起好呢 因為我是學一下跳舞 然後突然間就會有些政府東西玩 政府東西玩 有些演出機會 就是因為通常政府的東西沒錢 收入 有經驗的 有經驗的 贏的是經驗 不怕 總之就是學了一段跳舞 然後突然間有些工作機會 那時候讀大學 接個job賺錢很快 跳舞賺錢很有型 推薦我去做一個很小的show 寫到中心去體驗一下 跳完那個show之後 那你開始會有CV 可以慢慢寫 寫 寫一下幾經驗 然後又會去一些casting 即是演唱會 Casting 有去過演唱會 對啊 感到根期 我所知普遍人年比較多的就是 排舞老師找舞蹈員 有一個演唱會或者一個表演出現的時候 負責的排舞師就會開始找他需要什麼舞蹈員 他就會在市面上有的舞蹈員找 又或者是會經不同的人推薦 所以就變成了好像大家所說的 我第一個演唱會在排舞蹈員回來的 2010年的劉德華 Unforgetable演唱會 既然這魔難忘你需要 啊 何 給我一杯往前碎 是Auditional 2011 大家都記得過 6年 阿王國庫城的舞林麥 麥麥 Yes 我也有 我那時是第一次跟家綺做秀 是不是很興奮 是 請不要性騷擾男Premade 第一個演唱會是林海峰 紅館的演唱會很幸運地 有一位前輩就把我推薦了給那時某一位排舞老師 就叫我傳 CV 給那位排舞老師 從而就開始了我人生第一個演唱會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我仍然是非常感激 推薦我個人就是現在TOLLA成員之一的心靈 心事靈驗 第一個很認真要站在台上在紅館做的秀 是要我自己去Casting TWINS是那時做的 此時我們找到了一樣新世的人 我第一次做演唱會 TWINS Audition的感覺就好像是五湖四海裏面的人 有時候藝術都會在這裡看 有時候藝術都會在默默地背後看 而Audition的裏面都可能會分公開和不公開 公開的意思就是會不停散播消息 公告告訴全香港跳舞人 不知我們現在搞Audition 或者是比較低調的暗地裡暗地裡 告訴大家我們應該要Audition 當你去到Audition的時候 要做些什麼呢 通常他都是會有位排舞師 給你一個指定Routine 給你跳完之後 通常會有一個Pre-Style的環節 因為我們做Commercial要求的就是 你除了有你擅長的Style之外 你都可以跳到其他不同的Style 所以我們通常在短短時間的Routine裡面 要表現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之外 三星星的環節就是更加可以 突顯到你自己個人特色 要令到別人記得你的部分 要做一點拉筋才上去那間Studio 就跟我們看電影一樣 一大班人進去 然後就會有一個不知是老師 還是助教還是很大顆的感覺 因為那個階級觀念有些 氣場一來就被專業舞蹈員震懾 不是我們寶寶仔 學動作 學動作 跳兩次 然後 好 前後看雕尊 我附身站後面 突然就要站前面 然後我心補跳 然後就等通知 所以通常Free-Style的環節 就是最多東西看的環節 出盡狗牛義父之力 追自己一生的功力 有的所有東西都會丟出來 所以Hert Audition 也是其中一個可以學習的機會 然後就發覺 哇 原來大家都很厲害 製作者那邊 還有藝人就會開始選擇 哪類型舞蹈員 是他想要 這個演唱會 原來不經不覺 我入了一行十點 我的舞蹈員生活真的很精彩 我亦都很幸運自己有選擇 入舞蹈員這行 看的東西和接觸的事情 實在有太多 我覺得做Commercial Dancer 玩之處是 你可以嘗試到不同的音樂 不同的舞種 而對於一些 你不擅長的舞種的時候 你是不能說不 唯有盡量令到自己 像那件事 舞蹈是一個新的舞種 我和我的舞蹈員都沒有學過 但就很短時間去學 然後拍這個MV 那就是Voguing 明白 不是那麼手道拿來 不是每次工作都是那麼好玩 始終都要跳一些自己不擅長的 要裝飾 要裝飾的東西 順便學 順便學 還有有些挑戰性 做舞蹈員 因為每份工作 手首歌都不同 有不同的台 不同的舞 穿不紅的衣服也好玩 對 曾經試過要跳中國舞 其實不是很熟悉的服 不太適合 也都在最近演唱會裡面 也有試過做戲 從來沒試過演唱會生涯裡面 嘗試到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做Commercial Dancer 好玩之處 但你可以嘗試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穿到很多不同類型的衣服 多部的 小部的 重的 輕的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你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國家 你會知道不同國家的氣氛 你可以跟著藝術 到處走 到處練過 雖然排練的過程是很辛苦 但當你站在一個台上 你聽到很多歡呼聲 或者很多掌聲 甚至乎你看到 Credit上面有你的名字 或者你聽到藝術 或者你聽到藝術 說多謝舞蹈員 或者有說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你這裡真的是一家 可以 謝謝 謝謝 那種滿足的感覺是 你做其他事情都沒有辦法避到 是很難忘 家庭 好開心可以做到黎明的Dance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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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能說不 我們Dance 不是只會跳舞 然後就可以站在台上 有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跳舞上的東西 或者在台上要注意的東西 或者跟藝術的事項 甚至是對觀眾的東西 因為你在Studio 和你站在台上 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呈現給觀眾的東西 都是不同的 想了解更多歡迎留言 還有記得訂閱 雖然我們這個行業好像得不到任何保障 又很辛苦 為什麼我仍然選擇 繼續做Show 或者繼續表演 是因為我發現原來自己真的很喜歡在台上的感覺 我很喜歡當Lighting打下來 升台升上去 和身邊的人一起共同努力奮鬥去做那件事情 在台上聽到觀眾的掌聲 歡呼聲的時候 那種感覺 好像是證明到自己真的在生存的感覺 我自己最開心的是做演唱會 雖然那個辛苦是 你要花很長時間 一個月兩個月 就這樣跳演唱會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整班人一起去做那件事情 好像一個共同目標去做那件事情 我覺得挺開心的 最開心的如果不說做事 就是有朋友一起玩 就是一起跳舞 就是用興趣分享到開心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我就可以是朋友一起做演唱會 就是一起接commercial commercial的job來算是很開心 是啊 所以不是做天職 是啊 我也很感恩自己擁有很多不同的這些回憶 也很感謝曾經給過我很多機會的老師 排舞師 做Dancer很辛苦 但是很開心 這個是真的 我謝謝大家 都給我聽一下 在我心裡 都是一個興趣的 我心裡 是我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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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還有我 可以看過去 ヽ ノ 很現實說就說 人工不高 Dancer其實非常的曼猛 變了組 不是在跳舞 只是喜歡的 哈哈哈哈 一字排開 皇上選妃 假裝裝裝是很難的 不知道為什麼女Dancer沒什麼故事 是經常被人說胖 之後說米 認識人就行了 嘩 我也要確定你認識人就行了 這麼好 哈哈 認識人就可以入行當舞蹈員了 是的